佛门里面 大家都知道的 牵手观音 其实 每一尊菩萨像 都跟牵手观音是相同的 你们有没有看过 牵手文书 牵手谱显 菩萨都是牵手牵眼的 没有牵手牵眼 救不了那么多众生 牵手牵眼 比喻什么呢 万得万能 比喻这个意思 观音头顶上有32个面孔 代表普门品讲的32音 应一什么神得度就信什么神 画像的人 他不知道这个意思 面孔大多数都是一样的 错了 应该画上面 各种不同宗教的面孔 各种不同族群的面孔 那代表什么 代表是一家人 代表是各国是一体 取这个意思 这是表发的 那不能画一样的面孔 这个意思 我在马六甲 参观了一个缅甸的庙 离面供养了 有四五十尊 释迪迦王尼佛 绵甸欲调的 也很高 每一个面孔都不一样 全是释迦王尼佛 我们待点就看了 有绵甸的佛 有越南的释迦牟尼佛 越南人 有中国人 有西藏人 有韩国人 有日本人 你就看 这个就有意思了 全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 他在哪个地方 就现那个地方人的 形状 亲切嘛 人家一看 福到我这来了 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 一早年我在美国 像美国朋友 来看我 我就告诉他 佛教没到中国来 没到美国来 没有啊 美国佛教很兴旺了 我就问他 你看到哪一尊佛像 像美国人 这一文就带了 他从日本传过去 那佛像全是日本人 从中国传去的是中国的像 从西藏传去西藏人的像 没有一个是面孔 是美国人的像 他才明白了 佛水泪化身 不是一个面孔 所以在美国建造场 佛像要化美国人 我们大概是开了一个段 我们在巴勒 大拉斯有个道场 那不是我画的 我们那个佛像是油画像 别人送过的 我不晓得是谁送过的 一举人画得很专业 送到那个台北 佛陀教育基金会 收到转格我 不知道什么人 这张像画的是西方三神 阿弥陀佛印度人 观音菩萨中国人 大师之菩萨美国人 三个不同的面孔 你一看就明了 不是也好 总有一个是美国人 应当在美国的时候 佛像菩萨像 通通画美国人 那就是佛教到美国去了 多元文化在今天需要整合 需要圆容 对这个世界 才会有帮助 让大家知道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跟我是一体 不但是一家了 真正是一体 众生 才会有幸福 才会有圆满 都没有 对这个侠寻的